如果一万块就可以拥有仿生人妻子 你是会娶个媳妇 还是要眼前这个言听计从的机器人 仿生人妻子成为了万千男士的福音 他们不用再出高昂的彩礼 只要一万块 就能拥有支持私人定制外表 性格 并且无条件服从主人的一切命令的仿生人 试问哪个男人能不心动 真爱难觅 但他只要花钱就能拥有 甚至你想进一步获得更完美的家庭 仿生公司还可以提供仿生婴儿 让你的人生再无遗憾 威廉是负责仿生人安全的高级特工 公司为了嘉奖他 特意为他打造了一个顶配版的机器人 威廉的妻子在前段时间不幸去世 眼前的机器人正是按照妻子小美一比一打造 看着机器人精致的五官 魔鬼般的身材 两人初次邂逅的场景浮现在脑海 回到家 威廉迫不及待地激活了小美 激活的仿生人需要先适用环境 小美刚迈出两步就跌入了威廉的怀中 男人看着小美不由的心跳加速 面红耳赤 可她不得不按捺住心中的悸动 她需要先给小美时间学习 很快 小美就行动自如 她不仅会烹饪 还能搭配营养餐 威廉外出时还贴心地地上泡满枸杞的保温杯 她还会主动打扫房间 给自己搭配服装 以及学着化妆 不会不要紧 小美有强大的知识库可以学习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 威廉准备正式激活夜晚模式 在正式开始前 威廉还需要完成一系列的设置 设置完毕后 终于进入正题 这段知道大家不爱看 小编替大家看了 劲爆指数《五颗星》 几分钟后 两人相拥在一起 小美向威廉说了晚安后 便自行来到充电舱给自己充电 在充电过程中 小美会进入梦境 自主学习各种才艺 还可以通过模拟主人的生活 更好地了解和服务她的主人 等威廉下班回家 小美还会主动把自己洗干净 在遥远的2024年 一家公司研发出了仿生人妻子 他们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进行私人定制 仿生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皮肤触感 因此他们也需要洗澡 这天 仿生人小美为主人准备早餐 电视里报道 不断有仿生人被绑架 小美不解地问道 我们不是真人 绑架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威廉告诉她 这是一个为仿生人争取人权的组织所为 他们认为仿生人不应沦落为男人的玩物 应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 他们会给仿生人绑上炸弹 然后实施恐怖袭击 威廉的工作就是负责巡回被绑架的机器人 但他们的首领却没人知道是谁 这天 小美一如既往地进入了梦境 在梦中 一个戴面具的男人引起了小美的注意 小美只觉得似曾相识 面具男给了小美一张卡片 小美感到莫名其妙 他下意识地把图案织成了抱枕 想慢慢研究 等到威廉回来 小美将抱枕作为礼物送给她 结果威廉看到抱枕的一瞬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她仿佛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然后趁小美不注意 慌忙把抱枕扔进了垃圾桶 小美想通过梦境探索更多记忆 结果发现很多回忆文件夹都被锁死了 于是小美随机选择了一个片段 可当小美抬起头 出现的竟然是面具男 面具男告诉小美 小美让面具男从自己的梦中出嘴 男人突然变得激动 过这时刻 威廉把小美喊醒 然后告诉小美 此日 小美独自在家时 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的女人 女人告诉小美 邀请小美见面的正式面具男 晚上威廉回到家 小美将女人来过的事告诉了威廉 威廉通过监控小美的梦境 终于见到了面具男的真容 不由的大惊失色 这个男人把妻子送去恢复出场设置 原来他的妻子是机器人 可男人发现他竟然已经进化出了自己的意识 这都是因为小美最近被一个面具男入侵梦境 当威廉通过小美看到男人后 决定彻底解决问题 他连接上小美的梦境 成功见到了面具男 两人明显嫌隙很深 三句话过后直接大打出手 可面具男根本不是威廉的对手 很快落于下风 威廉下了死手 因为在梦境中被杀死的人 现实中也会挠死亡 关键时刻 小美醒了过来 眼看功亏一篑 威廉气得大吼 威廉告诉小美 面具男是恐怖分子 小美之前其实被绑架过 是威廉把他救了回来 可他们不死心 想再次绑架小美 小美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这么多次的接触 对方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 威廉不置可否 只是告诉小美 是的 威廉要送小美去恢复出场设置 威廉知道 这句话代表 小美已经进化出了自我意识 他必须被重置 第二天小美被送回公司重置 在等待室 她遇到了很多等待重置的访生人 他们似乎都认识自己 可小美完全没有印象 其中一个女人交给小美一个系统漏洞 可以免于被清除记忆 女人告诉小美 其实小美来过很多次了 而且她缺失的记忆 其实都被同样的方法藏在了她的大脑深处 只要解开这些记忆 她就会知道一切 很快小美被重置 再次睁眼 又开始重复激活的流程 就在这时 一个黑人闯了进来 她告诉威廉 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 原来小美根本不是威廉的妻子 她和面具男才是情侣 一次意外的邂逅 威廉深深爱上了小美 为了得到她 威廉不惜杀死了面具男 然后囚禁了小美 可小美誓死不从 最后 威廉用小美秀的同款暴战 杀死了小美 然后把她送到公司 做成了一个听话顺从的访生人 威廉见事情败露 毫不犹豫地开枪杀死了黑人 这时 威廉突然察觉到小美就在旁边 小美成功 躲过了重置 并找回了被隐藏的记忆 现在她要亲手为自己的男友报仇 小美将力量拉满 一个抱摔 就将威廉扑倒在地 然后硬生生掐碎了威廉的胳膊 最后 小美拿出了抱枕 用当初威廉杀死自己的方法 杀死了威廉 画面一转 小美一身黑衣现身 原来小美正是反抗组织的首领 如今 她首任仇人 成功回归 之前的面具男 其实也是女人假扮的 另一边 因为连续损失两位特工 仿生公司 决定向反抗组织宣战 他们推出了首个男仿生人 来专项负责 而这个人正是威廉 I lost you once I'm not going to lose you again And I'm coming for you